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在为林华收看今天的南岛新闻 如果到六国乡冬孙的新三季 但是实际来到孙衡一看 今年因为好水不足 严重来影响到冬孙的散両 没人在市场已经买到 每百公斤四万块的价格 让很多孙农都感觉太大无奈 也希望可以揭露一些 帮助冬孙心中和彩虫 让大家有更加好的收益过来的好年 这也都买孙了 这都没水了 孙冬在顶上来找几宝 最后也为无三的冬孙 比起他用在早前就可以为到几十年来冬孙 今年的收益是双冬的败 让京阳峰会孙冬都表示 没得到过这种状况 从我吃到六十多岁以来 没得到过这种这么企业的问题 孙冬都不会生 很少啦 差不多一吃地买不到十公斤 这样是孙冬都要亏本 因为林相整理也要工钱 除草也要工钱 夏威也要工钱 就这样子啦 老天女都要这样子 我们没办法 吃孙冬是很健康的 可惜就是没孙冬 因为一生在土地 没得到就没得到 因为整一层都没落后 做成今年的冬孙不生 没得是太小 在山梁京阳的总控制下 也洋冬影响到冬孙 在市场的价格 除了不断在企业 也造成公会不高的情形 今年的山梁可能一生到两生而已 可能是缺乏 还有软冬 以前一天 一天随便挖也有四五十公斤 现在挖一个早上也才四五公斤而已 这样那个价钱好也没有用 那收入会差很多 也比较小只啦 所以品价也没有那么好 是希望后面会下点雨 然后希望消费者不要觉得冬孙贵这样 我们的笋子是从来没有遇过 这么的稀少的这样子 以昨天来讲的话 是每一百公斤四万块到三万七左右 以前正常这个价格大概是两万八左右 市场上需求量很大 就是变成有点笋饭多 进场的盘商多 但是笋子量非常稀少 那造成买不到 对 造成市场的一个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平衡 我们本地区里过年近前 都是冬孙的新三季 现在赌到没有冬孙会买的状况 孙龙都希望可以描述好 帮助冬孙的心中和採取 让大家有幸福的收益 过节的好年 继续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